今晚轮佑守夜 前半夜我守 后半夜霍宇浩和王秋儿守夜 蔡院长 那我呢 你跟公阳莫放心休息 明晚再守夜 好的 蔡院长真偏心 让你跟王秋儿守夜 他是想让我借机好好疏导一下王秋儿 别想那么多 早点睡吧 到我们了 好美啊 精神探测共享 你这儿魂机很好用 要不要来一点 谢谢 不用这么见外 我们是队友 队友 从我加入队伍开始 你们就时刻对我充满了警惕 你们真当我是队友 你跟冬儿实在太像了 别人难免会好奇 冬儿又说他没有同胞姐妹 所以大家才会对你有所怀疑 不用介意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我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 这难吃 不吃了 你 要不和我打一架 你敢说过饥饿的滋味吗 强者是不会让自己饥饿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 生活非常艰难 妈妈靠着微博的收入养活我 为了生机 哪怕是在寒冬腊月 妈妈也要在外面洗衣服 她的手上 常常满是邪口 有一天晚上 妈妈兴冲冲地回来 虽然老累 趁热吃 却笑得特别开心 妈妈你吃 妈妈吃过了 原来那天 妈妈在厨房做帮工 临走时 厨师给了妈妈一块刚出过的烧饼 死后 妈妈时常都会带烧饼回来 妈妈很爱我 她总是说 我是她生命中的唯一 那时日子过得虽然很苦 但也很幸福 可是 可是幸福往往很短暂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妈妈每天都在公爵府 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和侮辱 她的身体一天不输一天 知道 妈妈你怎么了 原来好些人给的那块烧饼 是我和妈妈每天全都的食物了 妈妈 我好想你 妈妈 如果你还活着 该多好 我已经有能力养活你 保护你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有魂兽在靠近 数目很多 精神探测 更加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大早的就让我俩巡逻 少说两句吧 早点寻完早点休息 你是谁 敢敢擅闯公爵府 你是小公子 但 我不信戴 从今天起 我信货 你来是要进府吗 我是离开的 永远离开这个 骄脏我吃人的房子 你 你疯了吗 知道这里的主人是谁 知道他的帝王有多高贵 我很清楚 谁敢 混蛋 小公子 他哪里去了 你还叫小公子 被公爵夫人听到 怕吊脑袋 他身上那把白虎匕首 可是公爵大人的信物啊 莫非 他就是那个孩子 对啊 他不是说他不姓戴 姓祸啊 算了 这事千万别跟其他人提起 公爵大人也快回来了 我们小心点 你要加小公子 不知道 你 有 有 终于 这 我们 试 过云儿不准再出公爵府内 你不配 从今天起 搬到后院的柴房 那儿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还有你那个聂州 也给我滚去柴房 帮忙 帮忙 来人哪 来人哪 不要哭 小雨昊 这把匕首叫做白虎笔 你是他的儿子 带着这把匕首活下去 妈妈 我的魂力已经失截 可以去获取恒环了 我会好好活着 不会成为一名魂师 一名优秀的魂师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为您证明 已经走了六片路 应该快到了吧 先到大森林 窦楼大路上最大的魂兽聚居地 在那里 我可以收敛魂兽 魂兽死后会浮现魂环 魂环被杀死他的魂师 吸收之后 能帮这个人突破修炼瓶颈 只有一个魂环 我就能从魂师突破到魂师 还没那么快 来 etr ki 妈 妈 救 ra 这把笔绳叫做白虎笔 你是他的儿子 雨昊 你今天怎么了 你和那个戴华兵认识 铸旧史莱克学院 最初辉煌的史莱克七怪之手 白虎战神戴木白 他的传奇众所周知 但是你知道 白虎公爵一族的历史吗 白虎一族 原本是新罗帝国的皇族 几千年前的一场大战中 新罗帝国险些亡国 国内几大宗门联合相助 挽救了帝国 那时 白虎公爵一脉人才凋零 权力也被削弱 当时的白虎皇帝退位让衔 将帝皇之位 让给了当时平叛大元帅 也就是现在的新罗帝国皇室 而他 被新皇分为 世袭网替大公爵 永享富贵 白虎一族所传承的白虎武魂 是极为强大的兽武魂 我们学院第一代史莱克七怪之手 邪谋白虎戴木白 就出自于此 代华兵就是邪魔白虎戴木白的后人 这一代白虎公爵戴号这个坏蛋的儿子 那你和代华兵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我不承认戴号这个父亲 他就是个混蛋 我和妈妈孤苦无靠 两个人相依为命 尽管如此 他还是很阳光地面对每天的生活 觉得只要我们俩 能够无病无灾地度过这一生 也就可以了 妈妈原本想在白虎公爵府 做庸人来养活我 可没想到 在那里 是我们非人的对待 霍云儿不许再住公爵府内 你不配 妈妈 我去帮你晾衣服 我的允昊真是长大了 越来越都是 你要干什么 公爵府哪来你这种邪小的 混蛋 不着眼睛吗 没看到少爷回来了 滚一边去 小叔你们别打他 他真是个孩子 你打他的话 瞧瞧我吧 你们得罪的可是夫人的儿子 府里的少爷 哪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们 给我狠狠地打 是 真是晦气 以后看见我们少爷要绕着道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自想一定要为妈妈报仇 让白鹏公爵府里所有欺压过我妈妈的人 都付出代价 谁 雨昊 你怎么了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 你听到了什么 我像是一声叹息 声音有些苍老 似乎来自某个遥远的虚空 但又似乎就在耳边 没人哪 你是不是换听了 对了 咱们现在就去报仇 不行 现在还不是对付他们的时候 这里是史莱克学院 我现在要做的 是变强 我不要私下报仇 而是要在比赛里 庞庞正正地打败他们 汪东 我当你是兄弟 请你替我保密 嗯 我会保密的 之后对上那些家伙 我一定要给他们好干 你有什么计划 不如就先这样 听说你们顺利闯入了决赛 决赛怎么少得了我 小萧 小萧 走 我们去吃顿好的 明天非那冠军不可 这就是我们冠军 争夺赛的对手 一个衣环家伙带的对我 这种程度的决赛 即便获胜 对你我家族而言 其实有点丢脸 你们又是什么人 速速报上名来 我不与无名之辈 多做纠缠 一年级舞班 崔雅杰 控制系战魂师 一年级舞班 诸鹿 免攻系战魂师 一年级舞班 代华兵 强攻系战魂师 三环又如何 我们今日 一定能打败 这个可恶的家伙 打败他们 虽然这支团队 曾经击败了两支 由魂尊新生率领的团队 但比拼整体实力 我还是更看好代华兵这个 钱多多副院长 你怎么看 不如这样 要是另一边赢了 三年内 让我任选一名新生 加入魂岛系 如何 你这是又济于上 我们舞魂系的人了 什么叫你们舞魂系的人 他们只是新生 三年级的时候 才会决定精修哪一系 你们舞魂系 只是进行基础教育而已 那我们就更得各凭本事了 别那么绝情啊 老爷 我保证不挑 你已经选中的核心弟子 也不挑那些 二年级毕业前 就达到三十级以上的 行不行 这样的 你们应该少挑了 你也知道我们那个计划 没有舞魂比较好的学员 魂岛系就算做出 再好的魂岛系 也没人驾驭得了 行吧 小子 别让我们魂岛系失望啊 他可是本场决赛中 唯一一个三皇魂子 你们搬那个七宝琉璃塔 也是三魂 可你不照样输给我一块魂魂吗 哼 宁天只是辅助 戴华兵可是实打实的强功 我看你能得益多久 比赛 开始 白狐 附体 起呀 第一魂剑 精神探测共享 你的力量太弱了 不像个男人 不像个男人 强功是能够使用火力弱的决定 即使我们的精神更小 还是能增加 哼 他们太弱了 一个回合就能解释战断 九凤兰一箱 第一魂剑 迟怀 我的速度突然下降了 速度变慢了 看我的 第一魂剑 没了 千万别看她的眼睛 糟糕 小小的技能被阻断了 九尾虎武魂在兽武魂中可是高等的存在 每多一个魂魂尾巴就会多一条 实力也就更加强大 翠雅杰虽然只有两尾 但阻断只附加了一个魂魂的九凤兰一箱 还是大财小的 失去了辅助 你还能坚持多久 这句话应该是 我问你的 第二魂剑 第一魂剑 白虎裂空波 是一扎斗 强弓对强弓 两队的主攻手正面硬黄幽 这种力量的差距太明显了 邪魔白虎代加的强弓魂技极致阳刚 正面对抗显然是极不理智 可惜 弘东 先管好你自己吧 戴华兵正非王冬 承诺别阻断萧萧 二环的诸禄对上那个一环的小子 一个回合的交手